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都冒着生命危险 什么生命危险 我们都没戴口罩 而且这个观众就一直在投诉 说我们的这个杯子应该加这个杯盖 因为我们唾沫 我恐怕是给你们不知道谁传染 怎么当我 我这两天觉得鼻子堵感冒啊 我是冒着前两天看到我之后 你是不是逐流感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去医院 那医院跟医生一说 我整个过程病争 他说别厌了 就是 你肯定是 他说因为香港已经很大规模的爆发了 他说如果你再去政府医院 在厌很花时间 就直接吃药 就回去休息吧 得离吧 别出门了 吃那种叫什么 假邪流感 没有 他还问我要不要吃特敏服 然后他说呢 我说这不吃又怎么样了 他说不吃呢 就看自己抵抗力 说其实这样子会更好 那我就宁愿选择不吃 我没吃特敏服 但是我在家呢 待了一个礼拜挺好的 总之你猪流感痊愈了 是吧 痊愈了 但是后来又并发了 并发了一个气管炎 所以又多呆了 又多呆了 你可要小心啊 我跟你讲 这个猪流感也叫假流吧 咱们叫 假流 六月份的时候 北京朝阳区 发现一句男师 最后闹清楚怎么回事啊 他有个女朋友 是个小护士 两个人可能是恋爱分手 闹这个纠纷 这个小护士居然要杀死他这个男朋友 然后就跟他男朋友说 我是给你注射这个假流的这个防疫针 实际上他给他男朋友注射的是静脉注射 会让心脏骤停的一种药 弄死他还没有 他这个专业打针 你知道现在这个形势 咱甭着聊猪流感的闻道 我给你聊聊艾滋病 这个艾滋病这几天在网上活起来 我们河北的保定容成县 一位女子 名叫颜德利 这个颜德利 今年你们河北太风光了 河北出人 颜德利 这个像是个男人的名字 但是最近一些日子 先是他颜德利的这个博客 说我就是北京喜头妹 所谓卖淫女吧 然后呢 就是说我查出我得了艾滋病 同时在他的博客上公布了279个 他说跟他有染的男人 说我就是要揭穿这些个道貌岸然的男人 我这么做一点都不后悔 我到现在每天都在把我的艾滋病毒 传染给不同的男人们 那些男人就是给他公布出来了 手机号码 然后这个记者按图锁记啊 哗就打找这些男人 这男人就说 有熟人吗 是有这些人 是真有这些人 那不知道 但是接电话 听人说 说这是网络报复 我只是冤枉啊什么的 就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 而且这个博客 他这个博客一出来 当然咱们伟大祖国能容得了这种事吗 夸他一下 把他封了 封了 封了 但是仍然有记者 在他的什么网上QQ的那个有那相册里头 找到四百多张 验照 甚至还有性爱的这个他跟男人的这个视频 找到 这个人是能公开吗 在QQ上的 我闹不清 咱们的记者现在神通广大 什么弄不着 但是然后呢 你说这个事啊 峰回路转了 我们河北荣城县的这个警方 荣城县领导首先认为啊 这是出自我们荣城县的女子 就败坏我们荣城县的形象了 所以警察查 好 把这个燕德利弄回我们荣城县 这事不是发生在北京吗 对 他在北京 声称他在北京卖嘛 但是他的人 是我们荣城县的人嘛 是这样的 然后荣城县警方很负责任 先给他做检查 结果他的严家人 现在跟外界讲 初步检测 颜德利没有艾斯病 而且颜新 而且人家颜家人就说 这都是假的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说是他的一个前男友 打击报复 这个前男友呢 还都是有老婆孩子的 然后这个前男友说是 多次到颜家 跟这个颜德利啊 要分手赔偿 就说你要给我分手 那你赔我 甚至呢在村里发传单 要女的陪他 要女的陪他 甚至在村里 印发传单 说你要不陪我 把你什么艳照 什么什么弄上去 甚至还曾经 这照片也都是 那个以前的男朋友拍的 据他们家人分析 是这样 说还曾经往他们家院墙里 扔过燃烧瓶 扔过燃烧瓶 说起来是假的 可是我不知道现在 我跟你说 现在啊 不要相信任何消息了 都是假 套假 因为什么呢 早半天什么都是假的 如果按照最新的消息 说是他男朋友 打击报复的话 那我要请问了 此前报纸上 新闻里 发出过的一篇报道 又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了 因为这篇报道 这个记者声称 他找到了颜德利 跟颜德利有一段对话 这颜德利还说 我也是被逼 无奈才去卖银 为什么卖银呢 因为我那个继父 他太不是东西了 我那个继父 逼着我 见我长得样貌脚好 就逼着我 你怎么不去卖啊 说我卖了 说给我的继父 父母亲钱 那你说这事 他是找 他找着那女的是颜德利吗 这个事我听 越听越觉得 你们河北警方干的 有道理 现在我们河北 你想想这事 这像是国庆60周年的 当儿发生的这事 你别美国 还听美国 两件事 两件事 我们国家今天 闹成什么样的 道德败坏 从你这个叙述来讲 作为一个文学 倒是很不错 一案不案又起一案 这个 不过说真的 现在是网上这么多事 真的是不能信 比如说你们有见过人家 给你写的那种假博客 假访问 一直发表 现在越来越多 我现在注意了 一堆这种假访问 然后很多人打来问我 说你是不是拆架什么活动 答应当谁 什么 哪有这种事啊 就这一大堆 就莫名其妙的 谁乱盖的 你说美国一样 有一个传媒被玩的一塌糊涂 那个气球 哦 那个热气球 那小孩 把美国各大电视台 连总统的新闻都停掉 对 全部追踪拍一个气球 结果就要什么都没有 对 结果是一个人自我表演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这就操作 但是这也真够可以的 拿自己六岁的儿子 让自己六岁的儿子 做到一个什么 没没坐上去 坐上去 他的真厉害了 他那个小孩 在荡秋千 在公园里玩 他就他就是把一个气球 弄好了 就那么升上去 然后报警 他先打电话给电视台 然后再打电话给警方 说我坐的这么个气球 上面有什么什么气 很厉害 我的小孩可能不小心 爬进去了 因此全美国的人道主义 大感动 你知道 哇 这里一个气球 有个小孩 那怎么办呢 所有的电视台都转播 他跟这个不一样 这个你还在小范 我还没 他是国家动员多少警力 丹佛机场 丹佛机场 为了航班都停飞 为了他这个气球 航班都停飞 大家有个保护 因为上面有个小孩 全美国人 我也以为那六岁儿子 我说怎么能 全美国人都在 但是下来以后没有 下来以后 他的解释说 我们搞错了 他躲在一个什么地方 我们不知道 最后那个小孩 到底同心小孩好 小孩说了一句 你们不是说 这是做秀吗 中间那个过程最复杂的 就是怎么样把那个气球 弄下来 美军出动了两架黑鹰直升机 对啊 那个怎么样弄下 那个方法很厉害 说在附近呢 不能够直接过去 要用气流回旋 两架直升机造成一个气流回旋 逼迫那个热气球 缓缓降落 然后说那热气球呢 就是这人拿家里塑料袋坐的 但是他说这家人就是要真人秀 要出名 没错 没错 严德利 如果那个 这个真是谁玩谁啊 这个世界 对 真闹不清谁玩谁 因为这个严德利自己还声称过 你现在也闹不清从哪出来的 这个貌似记者访问严德利 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严德利也有过类似的名言 说我已然得了艾滋病了 我烂也要烂出名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发现这个艾滋的这个艾滋病这个谣言呢 比艾滋的传播更厉害 当然 因为你看这几年啊 我在这个海内外听到很多都是谣言 但是说的就有鼻子有眼 你又说什么 还有一百多个将军都跟一个什么女军医发生了关系 那女军医有艾滋病 管他什么地方呢 就是 索马利 索马利 就是一百多个将军 我说怎么可能一个国家一百多个将军得艾滋病 然后后来又说 我又看到那种新闻呢 又说这个某一个医院系统 比如说医院 包括医院管理局 都是因为某个护士跟什么床上的一个病人 发生了关系之后 这个护士又跟多少个医生 又跟多少个医疗官员发生了关系 所以这个艾滋病成为一个网络 哎呦 我竟听到这种事情了 那个回到那个沙叶欣当初的那个 那个话剧的名字 假如我是真的 这个事情哈 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他是真的的事情 你想想看 现在公安要非常紧张了 你你你我们来判断一下整个事情 他得了病了 他要找这个病的根源 有道理吧 对啊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不单是为了我要报仇啊 而且我也为了你们好啊 对啊 你要是positive还不知道 你不是继续在害你的老婆 害你的情人 害你的另外的性工作者吗 所以他公布的他公布也许不对 但他提供给有关方面 那个两百多个材料 似乎是合理的 还是 但反过来他要继续报复 他说他还在北京继续让你们这样的话 那是犯法了 有我不知道国家有没有这样的 但是我很好奇 那你不是严小姐了 是严小姐 现在说的是严小姐那个要报复他的 不不 我不理这个是假如 我说假如这是真的 那如果这个女的他知道他是positive了 他继续在那里继续洗头 所谓的洗头 继续跟不同的男的 他看着这些男的恨 那这个算不算是故意伤人了呢 但我很好奇 对不对 那有没有有关的法律 就像追查三培一样来禁止这些行为呢 假如发生了 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说假如 那以后这个人可不可以告他呢 那个人等于是受害 他本来比方说是犯一个小错 他是三培 可他现在就得了这个病 一个致命的病 对不对 我就在想 不能告的 这没办法告的 这别的国家也都没有这种法的 但是那他是不是等于在杀人呢 不一定 我觉得你 我不懂法 但我觉得你要明知你是艾滋病 你有意的 以传播 要把它传播给他为目的 跟他发生性关系 我觉得这应该是犯罪的 可是问题是 我很不懂的就是 为什么你刚才说那么半天 好像假设这些人都不会做安全性行为 安全 他安全了就不够 都不带套 你知道有些质量有问题呢 对不对 有些意外破裂呢 性质性教育真的是得好好普及 有的那个 也不叫妓女吧 性工作者 他投诉嘛 有些嫖客 他先不痛快 我觉得这些嫖客也不知死 他先不痛快 就经常吵架 就因为这个嫖客不肯带套 哎呦 但是我觉得这嫖客也就是这个贼儿 谁逮吧 事实如归 事实如归 但从医学上讲 就算你用采取了措施 也不一定百分之百保险 当然不会百分之百 但是这个安全率会提高很多很多 而且我觉得这始终问题最大就是 报复这个东西 对 现在越来越常见 对 而且这个报复是 非常手段报复 对 而且这个报复是发生在 就是往往都是前男友 前女友 这个以前我们想都没想过 因为人以前说分手 那就分手呗 你顶着恨那人一辈子或怎么样 但现在越来越多这种报复 你知道 就是 当然我们要注意 很多事不是大多数人干的 是媒体给放大的 那么有些媒体 他放大的 其实报复的还是很少 哪阴暗 哪阴暗 往哪走 你知道我去接着 我紧看报道 我们得到这个印象 我在看很多事的时候 文道就说到点子上了 我就发现 就是有一种东西 伦理 还是一种很基本的人与人交往的信仪 是现在在坏了 而这个坏了 到底是媒体给说坏了 还是真的就坏了 就你比你比方讲 很多时候 现在我们一看到 就是说 以前的老婆 把你的什么裸照 哗一下弄出来 以前的老公 以前的男朋友 一旦分手了 就是追着你要钱 或者是把以前咱们俩 共同生活的一些个东西 全给放到网上去 这些东西 我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知道吗 破坏了你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感觉 对 你还要谈恋爱 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认识一个陌生人的时候 你心里都防三分 你明白吗 甚至于我就说 有些事情是 是犯罪的 对吗 是在法庭上 你说最近讲重庆那边 那咱薄熙来 这个又红又黑的 对吧 有个黑大姐 有个有个大姐大 你这边谢才平 对吧 谢才平 你知道我有时候看这个报道 我也感觉到一种东西 先是有的媒体说 这个谢才平生活糜烂 包了16条壮男吗 不是 后来说 共他赢了 共他赢了 后来说 折腾死了 后来说这是假的 这是假新闻 但中国你看 这个承办人 那是粗糙的 有些时候他不懂 像别人西方人讲 犯罪者也有人权的 对吧 犯罪者也有人权 我只为我应得的 这个证实的罪行 受惩罚 中国照例也是 不是说判了死刑 才说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吗 那没办死刑之前 他应该 咱们就不说这个 咱就比如说 说这个谢才平 最后说 确实有个小情人 这个小情人身高1米8 小帅哥姓罗的 我就看两个人在法庭上 这个报道啊 不禁让我想起 最近的很多报道 你注意到没有啊 他在承办这个罪名的时候 他坏了另一个东西 在大家心里的印象 咱比如说酒井法子 你看这一报道 就是酒井法子的老公 举报他出卖他 我不是说我很难说这种亲夫妻之间互相举报 是什么性质 我很难讲 我只是跟你讲这些现象 往往我一报道一说 你看他们俩夫妻 夫妻在法庭上都互相接短了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谢才平和小罗全也是 谢才平感觉这个至少报纸的描述是 大姐大 开头啊 这个一往情深 什么事都照着自己这个小情人 女人我觉得往往是这样的 就是说什么事都是我干的 跟他没关系 可是到法庭进行下去的时候 这个小情人啊 这个小帅哥呀 不但是说什么事跟我都没关系 而且开始反接 这个大姐大 也就是他所谓的情人 说这这大姐大一旦否认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这这个小罗 这个小帅哥 小情人就开始说 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开赌场 这个事就是跟他有关系 你知道我不能说他这么做不对 可是为什么我看多了这种新闻之后啊 我老觉得有另一个东西啊 可记得霸王别姬那个场面吧 电影霸王别姬那个场面吧 就这两个人几十年的张国荣跟那个 跟那个 那个谁演的 就是把几十年的那种爱 所有的东西在最后的时候都都都都 都投入出来 但是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您讲的那个是当年的政治浩劫了 不是 但是道理就是这样 就是说这两个最好的人 在什么力量下面他们要咬到这个地步 这里边有两个 一个就是他戏里边一个小事 他是利益相关的 是他促成让他们这样咬 所以他们一咬的时候 电影里一个镜头 他松了一口气 他非常舒服 另外还有我们无数的人充当看客 看客 我们今天传媒这些事情 我们为什么看得开心 我们为什么看得起劲 一旦有什么壮男之类的事情 那两夫妻那情人那么揭露的我们看得开心什么呢 而且就是我老觉得 你看你像这种夫妻之间啊 他能到一个什么地步 最近是我看了一个新闻 一个南京的一个女的 现在叫贝离婚 他老公呢 要抛弃他 跟他离婚 于是他老公呢 就偷了他的身份证 找了另一个女的 跟他长得挺像 让那女的冒充他去法院离婚 这女的发现老公失踪了大半年 再去打听 法院说你们离婚了呀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 可是你刚刚讲这个勒索啊 我觉得现在这种勒索 比如说分手之后的勒索 或者法庭上这种事儿 当然谢台平这个事儿 跟我要讲这个大半无关 但我想说勒索之所以普及 或者我们最近感觉到他普及啊 也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勒索是要成本的 你比如说以前吧 你跟一个人分手 你心生恨意 你要勒索他 你怎么去勒索他 你用什么材料去勒索他 你去向谁公布一些 他的什么消息来勒索他 是比较难的 以前就是找他的单位的单位 就跟他说他没良心 但现在呢 但现在呢你掌握什么 比如说现在首先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大量的人都随时随地在拍照 嗯 没错 你随时随地在录影 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 被拥有的影像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 而且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人拍了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你的勒索的根据 就加了 第二 现在能上网 我一下就上网 而且可以匿名上网 造谣 不晓得在哪上 他怪人这个传播武器 过去个人 成本低 成本低 还有惩罚也很低 对 所以现在勒索成本 非常非常低 勒索变得很容易 所以一个人只要 这个恶像胆颠生 他这个要干坏事 比以前都容易多了 但是另外一个情况 比方说你讲的勒索 我就想起 David Letterman 最近碰到的事情 你知道 他就是说 被一个男的勒索 就是要他两百万 他的处理方法很有意思 他第一线报警 说那个人勒索我 然后整个事情 他就在他的节目里公布 我那天晚上节目火爆的 不得了 我专门看他这一段 他就像平常做节目一样 所以人家搞不清楚他真假 但他说的是真实 他最关键的一段就是说 他先讲了 人家勒索我什么什么 但最后他说了 他们说我什么呢 他们说我跟我这个节目下面的 女助手 女助手门 他里边用S 女助手门 有上床 有关系 然后 有没有呢 有 下面的人全笑啊 下面的人以为是 他在家说 做节目开玩笑 他马上就说 这有什么好笑 是有啊 实际上勒索他的 就是一个他以前的一个助手的男朋友 你明白吗 对 他就 所以这个整个事情在美国一下子也变成大新闻 全部在跟 但是问题在这中间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门 就这个当事人 他没表态 他也没说什么这个女的 对不对 但是既然他说的是门 那就还有其他的女助手 还有很多人去挖了 可是没看到一个女助手跑出来 在这个时候也来踩一下说 啊 我来这门 我当初跟他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 就是说整个事情 最后这件事情 他是过关了 这个整个舆论 大众都都还是支持他 公司也没有吵他 但是他这个处理方法 真是非常奇怪 也是从来没有人这样来处理这个方法 这个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他那些以前跟他上过床的女助手 之所以不马上出来指证他 是因为呢 这么做呢 很难看 你以后在这行混也不好混 就是说这个成本很高 你出名是出名了 但是这个出名的代价很难受 那么在今天中国我们见到的情况是 出名是大家都想要的 但是好像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就你比如说 你刚刚讲那个县博那个小帅哥 经过这一次 以后大伙怎么看呢 话好笑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并且那大家说 我们下来不 böl 两个人 아니고 我的流 Ton 中文字幕——YK